一个平凡的六月下午 因为突然很想去海边看长日落 我们说走就走 来到了台山市赤溪镇铜谷村 这里离江门市区约一小时15分车程 连着海边公路 在这里发现有好几个项目毗邻 且中能看到美丽日落的沙滩 大浪湾 这里虽然不用门票 但是需要30块每台车的停车费 大浪湾沙滩很小 但好在有很多错落的礁石 坐在海边大石上看一场日落 还是很惬意的 古州岛 门票80 在古州岛码头乘快艇一分钟就可以到达 这是一个有着环岛站道 停锁吊桥和巨石洞穴的美丽小岛 岛上的观海平台 可以看到开阔无追兰的海上日落 海角城沙滩 门票35 是个有专人管理的海浴场 可以游泳 沙滩不大但很干净 冬天的时候更适合看日落 星月海湾 这是个完全免费的沙滩 有人拍婚刷照 有人露营 有人在面朝大海的咖啡厅打卡 有人在夕阳下金光却散的海面塌浪 总的来说虽然这几个沙滩规模都不大 沙滩也相对粗糙 周边的度假娱乐配套不多 但是距离不远的话来个半日游 看场日落 吃顿海鲜 还是很不错的 风略在此 去看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